好 感谢花仙的休门 不过马上来迎来看到 目前在花莲市区突然降下了暴雨 有民众的伞差点被吹飞 而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 街上人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向中后赶快请苏一欢告诉大家一欢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花莲市区 国莲四路 国莲五路这附近 而这附近就是靠近花莲火车站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雨又下下来 甚至不断拍打在我的脸上 真的是有一点疼痛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说 其实台风山陀儿它逐渐的来靠近台湾 甚至呢对这个花东地区造成的雨势 以及这个风势都是相当的强劲的 不过其实它目前暴风圈 是还没有触及到花东地区的 就已经带来这样的雨量 其实大家真的要特别扫心 那大家其实知道说 花莲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 不过其实目前这个花莲市区的街道上 人车都是相对的比较少一些 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也担心说 等到烧完了一点的时候 可能台风的风雨会越来越强 因此呢也是尽可能的来避免外出 那么我刚刚稍早也有提到了 这个风势雨势其实是这种间歇性的 像是现在这个风雨是很大的 不过稍早的时候 其实一度花莲市区也是没有雨的 那么也是要提醒 要是没有雨的时候 大家也是不可以掉以轻型 因为像是花莲秀林乡附近 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度呢 有部分的区域食欲量已经来到了 相当高的程度了 因此呢该部分其实有部分的路段 已经发布了黄色的土石流警戒 因此提醒大家 要是这个雨持续这样下下去的话 很可能你靠近山区 就会有土石流发生的可能性 那么西边跟海边也是要尽可能来避免 这样才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危险性发生 那么一向非常最新交还给彭丽主播 热血炸裂 勇者无惧 中华队加油 我是蓝蓝 燃烧热血棒成文十二强争霸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